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 火拍板 节目 今天的新闻焦点包括 菲律宾国防部长 指责中国是东南亚和平的最大扰乱者 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进行更强烈的谴责 最近中国阻止菲律宾船只 向其海岸警卫队运送物资 局势再度紧张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情况 当地政府对中国军机侵犯其空域的行为 表示强烈抗议 称这是对日本主权的严重侵犯 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 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行动的担忧也在增加 最后我们要祝贺102岁的英国女性 Mannette Bailey 她刚刚创下了英国最年长跳伞者的记录 这位二战老兵在跳伞过程中虽然感到害怕 但她希望能激励更多的老年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BC News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 吉尔·贝托 特奥多罗 在马尼拉的一次国际军事会议上指出 中国是东南亚和平的最大破坏者 他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尤其是在中国阻止菲律宾船只向其海警船送粮的事件后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 他提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决议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尽管他也意识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双方在争议水域的对峙频繁 尤其是在萨比纳潜滩 菲律宾海警的补给任务 遭到中国船只的阻挠 导致双方互相指责 日本媒体报道 中国一架军用侦察机首次侵犯了日本的领空 激起了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表示 这一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日本的主权 也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日本自卫队对此迅速作出反应 派遣战机进行拦截 日本外交部已召见中国驻日大使 要求采取预防措施 与此同时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因钓鱼岛 日本称为间隔诸岛的领土争议而紧张 尽管两国官员正在努力改善双边关系 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日益活跃 令周边国家及美国感到担忧 NPR报道 巴基斯坦的一个分裂主义组织 比路之解放军 声称对近期发生的多起袭击事件负责 造成超过40人遇难 该组织表示 尽管实施了攻击 但并未伤害平民 并警告未来将进行更大规模的袭击 巴基斯坦总理谢赫巴兹 谢里夫表示 政府不会与这些持武装反抗的叛乱分子 进行和平谈判 此次袭击的目标包括 中国资助的经济走廊项目 反映出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安全挑战 尽管巴基斯坦政府声称 以基本平息叛乱 但暴力事件依旧频发 显示出分裂主义势力的组织能力在提升 CNBC报道 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 正在与中国电动车初创公司小鹏合作 双方共同开发电动车 大众在2023年7月 宣布向小鹏投资7亿美元 计划在2026年 推出两款基于小鹏G9平台的电动车 小鹏的联合总裁表示 大众员工在小鹏的办公地点工作时间 超过小鹏员工在大众的时间 他们正在学习小鹏的先进技术 小鹏的驾驶辅助技术 在中国被认为是最好的之一 未来推出的车型将具备更好的续航和智能驾驶功能 尽管大众在中国市场面临挑战 但小鹏的销量却在持续增长 并计划扩展到更多国家和地区 NPR报道 英国102岁的老奶奶曼内特·贝利 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长的跳伞者 她在东英格兰完成了一次双人跳伞 贝利在二战期间 曾服役于皇家海军女性服务队 她的跳伞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 还为东安格利亚空中救护队等机构筹集资金 贝利在跳伞后表示 虽然有些紧张 但希望能激励接近80和90岁的人 不要放弃生活的乐趣 她的壮举得到了包括威尔士王子在内的广泛关注 王子在信中给予了她鼓励和支持 贝利在之前的100岁生日时 也曾驾驶汽车以高达130英里的速度 绕行著名的银食赛车场 《环球邮报》报道 黄金和油价在中东局势和美国利率的影响下有所回落 尽管黄金价格接近历史高点 但由于市场对美国可能降息的预期 以及中东冲突的加剧 投资者仍在寻求安全避风港 油价在经历了超过7%的涨幅后 周二略有回调 市场普遍预期 美联储将在9月开始降息 这一预期推动了股市的波动 与此同时 加拿大也跟随美国和欧盟 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 进一步影响了市场情绪 投资者在等待即将发布的美国通胀数据 和NVIDIA的财报 这两者都可能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南华早报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在2025年 将国际学生的入学人数 限制在27万人 以应对创纪录的移民潮 带来的租房价格飙升 这一决定是在去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后 旨在结束疫情期间 对外国学生和工人的优惠政策 教育部长贾森·克莱尔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国际学生的数量 比疫情前增加了10% 而私立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数量 则增加了50% 这项改革旨在让国际学生行业 更加公平和可持续 尽管国际教育 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产业之一 给经济带来了364亿澳元的收益 但民意调查显示 选民对大量外国学生和工人涌入 造成的住房市场压力 表示担忧 移民问题 可能成为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主要争论点 南华早报还提到 尽管全球旅行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但个性化高端旅行咨询的需求 却在不断增长 许多旅行者希望通过专业顾问 获得独特的旅行体验 而不仅仅是价格的比较 瑞士Deluxe Targets旅行社的首席执行官 古伊多·格拉夫表示 客户希望与他们建立个人联系 以便定制个性化的旅行计划 他提到客户的需求个不相同 有的人希望在火山上空飞行 有的人则想在偏僻的珊瑚中钓鱼 与此同时 加拿大Momentee Travel的首席执行官 凯西·霍勒 也强调了高端旅行顾问的价值 他能够为客户提供独特的体验 和优质的服务 通过个人关系 帮助客户实现他们的旅行梦想 雅虎美国报道 巴基斯坦总理谢巴兹 谢里夫在一系列致命恐怖袭击后 誓言进行报复 袭击造成超过60人死亡 包括19名士兵 谢里夫在内阁会议上表示 必须坚决应对恐怖分子的威胁 以阻止他们破坏巴基斯坦的进步 他提到 袭击发生在中国高级将领 访问伊斯兰堡期间显示出恐怖分子 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项目的不满 巴基斯坦西南部的比鲁之省 长期以来是叛乱活动的热点 最近的袭击是几个月以来最致命的一次 反映了塔利班和民族叛乱分子 暴力活动的上升 南华早报指出 孟加拉湾作为世界最大海湾 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 但至今尚未充分开发 尽管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 与经济合作倡议 BIMSTAC即将在曼谷举行峰会 以推动变革 成员国却面临各自的挑战 如缅甸的内战 和孟加拉国的临时政府 有效的机构建设 往往比地理位置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正如新加坡和阿联酋的成功例子 文章强调 中印合作能够打破孟加拉湾国家的影响力分割 释放经济潜力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供应链背景下 国际合作对先进制造业至关重要 例如 孟加拉国在纺织行业的崛起 得益于韩国和中国的投资 而印度若希望实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 也需借助中国在电动车和电池领域的制造优势 此外 结合并依然是全球致命的传染病 印度 中国 巴基斯坦 和孟加拉国 在此问题上负担沉重 然而 中国在控制结合并方面取得的进展 可以为南亚邻国提供借鉴 文章还提到 教育改革是孟加拉湾国家 解锁经济潜力的关键 尤其是在与东亚国家的教育差距方面 最后 面对中国的崛起 印度不应仅仅以对抗为目标 而应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以实现区域的共同繁荣 推动人力资本的发展 从而重塑印泰地区的地缘政治叙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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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